拜家产上百万元 老要替他来收拾善后 实在是受不了 又怕他惹事 爸爸联合了家人一起在街头 飞车逮儿子下来痛揍 原警据报道场处理车祸 以为是户部认识的民众擦撞 谁知道车主没有要谁负责 只揪出这名穿着军众运动短裤的男子 男子市民逃兵父母亲发动 亲友在街头展开追逐 要拦下这个常惹事的儿子 车内孩子被女棒当街亲友 打了男子一顿 要好好教训他的不懂事 男子富商到警局 说自己压力太大 才会翻墙逃兵 男子开的车子是跟朋友借的 想要到彰化找女朋友玩 男子的父母早就发动亲友赌人 双方在街头以时速110公里以上的速度追逐 直到男子驾驶的黑色车辆 撞上了游览车 再撞民宅信箱 逃兵遭了空气 家人为了找到他 请他的朋友出面来找他 找到他之后就发生追逐 追逐之后就发生车祸碰撞的意外 下次之后就遭有人殴打身上 父母串通亲友教训儿子 例子实在罕见 还要远警赶快把儿子抓去关 因为常惹是生非 父母已经花了100多万善后他闯下的祸 现在又逃兵 不使出杀手箭 就怕他再度的惹出麻烦 中文新闻 完成孟辉彰化采访报道